今天小西瓜他说想吃煎饼 送他去上学了之后呢 我就来朝市买一点菜回去 想起家里面还有那个白萝卜 然后再买一点胡萝卜 还有一点面粉吧 回到家吃好饭了之后呢 下午就赶紧把这个萝卜拿来削了 准备做煎饼吃 倒一点盐 把这个萝卜拿来腌一下 把水分给挤干 后面我发现不挤的话也是可以的 因为后面我加面粉的时候 还要加一点水进去 这个胡萝卜是炒了一片水的了 再放一点点虾皮进去 才香一点有一点虾的味道 面粉我买了那么多 本来以为够了 没想到倒进去还有一点点不够 后面我又放了一点糯米粉进去 小的时候都是在集市上花三毛钱 买一个这个巴巴吃 今天还是第一次做呢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不管它了 先放进去 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煎呀煎呀煎 感觉这个不知道是锅的问题 还是电磁炉的问题 我都调到最小火了 都还没开始呢 就糊掉了 气死我了 煎了好久呀 终于给煎熟了 拿来给它们尝一下 小西瓜到时候怎么黏乎乎的 可能是后面放那个糯米粉放多了吧 我我们下午 你没法 为了 你没法 你没法 我 我 被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